南投仁愛中永橋路段8號下午又崩了 台14縣76K處 這幾天經歷多次路基掏空坍塌 造成道路中斷 工務段只能不斷填補道路 和開花山壁開道極力來搶修 但路面下方土石鬆動 為了安全隨時都有可能暫停通行 南投仁愛鄉要往庫山的重要道路 目前這個道路是有一整塊大窟窿菜車 因為這個泥巴過高的關係 是整個車屌垂卡在路中間 必須要透過怪手來協助 幫忙拉車子過去 南投山區多處的道路依舊不太穩定 由菜車卡在半路泥泞 只能夠派出怪手來協助拖行 才能勉強通過 目前怪手還留在原地來整地 因為他們推估說 如果這個地不整平的話 到時候泥巴這個泥泞 接下來還是會有車屌在路中間 湖裡公屋段也提醒民眾 台14縣關一瀑布到屋舍路段 一直到9號都將實施機動管制 每天開放早上7點11點下午3點 跟晚上7點四個時段 雙向各開放30分鐘 另外在中橫邊到3.9公里處 也因為大量的土石攤方 以及這一顆六層樓高的巨石 擋在雙線道路間 車輛根本無法通行 那這個大石頭在經過這幾天的 林業打趕工之後 目前的進度大概在50%左右 那由於大石的裂解不易 一般的破碎機打的時候進度較慢 所以工部段特別嚴請 我們裂解的工班進場 除了進駐大型的破碎機 還有採礦工程才會派的裂解工班 8號中午裂解工班需要靠人力 爬上這一顆大約500立方公尺的巨石 出動戲劇進行裂解 夜經順利完成一半的工程 預計10號下午4點恢復便道通行 TVB新聞 許立凡 許又翔 SNG小組 南投常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